我本來是學畫的 我們看一家的書吧 我們不是看一個整體大概 我們要看的字 一直跟它寫一次 是一種的比法 看畫也是一樣 不是光是看一個大概 而是看了以後 每一根筆 每一個筆 就跟它畫一樣 所以看得更細 看得都很重要 我從小不隨便亂塗亂 沒有筆 沒有紙 我的師叔學中醫 他要開藥房 開藥房就是古代 就是用毛筆去主護 初術他要練書 我變成師叔的書童 要替他抹抹 所以我從小開始練習 我的書法沒有什麼特別 老師 後來進了師大才有書法老師 唯有我學畫 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成績能講 國畫書法 國畫書法 這課童章 三樣都經營 其實 因為老實說 父親一直一直經營太久 把專科 把我排成第二名 但是從來就叫三個王 中國文字之間很獨特的文字 只有中國文字 從加古文到現在 是依賴相傳 到現在還是活的文字 科徒章的人 一定要寫正書 書法要好 書法不好 不能成為政客家 所以我建議 出戰也很重要 所以我後來選到建議 我自己會課 會寫 所以我要補充歷史方面的知識 那書法創作 對建議很重要 這些字你不懂 你不知道他為什麼 畫質的話 內容也不知道 你不是光是主種要有書法 還是要主種他大概的意識 所以我最基礎 後來我就研究上那些 在那些中國畫家裡面 就意外畫家 最有研究的畫家 要研究上那些 不研究的畫家 是不行的 所以我很適合 所以從主要去吃 這麼一個辦 這麼大的災難 團轉成功年 20世紀的 21世紀的書 跟純粹不一樣 要適合現代人的美感 你不能完全写古代 也看不出实在性 但是就是我现在写的字 是古人的书法寻找 但是也有现代人的感觉 书法是一辈子写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